大家平安 我是南京东路礼拜堂的李培利长老 今天我们进入《猎王记下》六到八章 这时候的以利沙主要的侍奉 是帮助以色列人抵挡亚兰人的入侵 她因警戒北国的越南王逃避亚兰的埋伏 反而使自己遭遇到亚兰王的围困 向神祷告解除危机 面对亚兰再次来犯围困撒玛利亚的断粮时 以利沙预言神会解围 以色列王却向以利沙说 耶和华既将这严重的灾祸 那他也不必再仰望上帝了 接着记载了以利沙预言饥荒 和预言哈薛将篡位当亚兰王 然后说明南国的约兰王朝 亚哈谢王朝也都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恶 与亚哈家一样 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 先知门徒对以利沙说 看哪 我们同你所住的地方过于宅小 求你容我们往约旦河去 个人从那里取一个木料建造房屋居住 你们去吧 求你与仆人同志 我可以去 于是以利沙与他们同去 到了约旦河就砍伐树木 有一人砍树的时候 斧头掉在水里 她就呼叫说 阿姨赛 我主啊 这斧子是借的 掉在哪里了 她将那地方支给以利沙看 以利沙砍了一根木头抛在水里 斧头就飘上来了 拿起来吧 那人就伸手拿起来了 亚兰王与以色列人争战 和他的臣仆商议说 我要在某处某处安营 神人打发人去见以色列王 你要谨慎 不要从某处经过 因为亚兰人从那里下来了 以色列王差人去窥探 神人所告诉所警戒他去的地方 就防备未受其害 不止一两次 亚兰王因这事心里惊疑 召了臣仆来对他们说 我们这里有谁帮助以色列王 你们不指给我吗 我主 我王 无人帮助他 只有以色列中的先知 以利沙 将王在卧房所说的话 告诉以色列王了 你们去探他在哪里 我好打发人去捉纳他 他在多贪 王就打发车马和大军 往那里去 也见到了围困那城 神人的仆人 清早起来出去 看见车马军兵围困了城 仆人对神人说 爱在 我主 我们怎样行才好呢 不要惧怕 与我们同在的 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 以利沙祷告 耶和华呀 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 使他能看见 耶和华开他的眼目 他就看见满山 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 敌人 下到以利沙那里 以利沙祷告 耶和华 求你是这些人的眼目 昏迷 耶和华就照以利沙的话 使他们的眼目昏迷 以利沙对他们说 这不是纳道 也不是纳城 你们跟我去 我必领你们到所寻找的人那里 于是领他们到了撒玛利亚 他们进了撒玛利亚 以利沙祷告说 耶和华呀 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 使他们能看见 耶和华开他们的眼目 他们就看见了 不料是在撒玛利亚的城中 以色列王见了他们 就问以利沙说 我父啊 我可以击杀他们吗 不可击杀他们 就是你用刀用弓卤来的 岂可击杀他们吗 当在他们面前设摆饮食 使他们吃喝 回到他们的主人那里 王就为他们预备了许多食物 他们吃喝完了 打发他们回到他们主人那里 从此亚兰军不再犯以色列境了 此后亚兰王变哈达 聚集他的全军 上来围困撒玛利亚 于是撒玛利亚被围困 有饥荒 甚至一个驴头 只饮八十摄可乐 二生鸽子粪 只饮五摄可乐 一日 以色列王在城上经过 有一个妇人向他呼叫 我主 我主 我王啊 求你帮助 耶和华不帮助你 我从何处帮助你 是从何尝 是从酒渣呢 你有什么苦处 这妇人对我说 将你的儿子取来 我们今日可以吃 明日可以吃我的儿子 我们就煮了我的儿子吃了 次日我对他说 要将你的儿子取来 我们可以吃 他就将他的儿子藏起来了 王听见妇人的话 就撕裂衣服 王在城上经过 百姓看见王贴身穿着麻衣 我今日若容杀法的儿子 以丽莎的头 扔在他巷上 愿神重重地降伐于我 那时 以丽莎正坐在家中 长老也与他同坐 王打发一个伺候他的人去 他还没有到 以丽莎对长老说 你们看这凶手之子 打发人来斩我的头 你们看这使者来到 就关上门 用门将他推出去 在他后头 不是有他主人脚步的响声吗 正说话的时候 使者来到 王也到了说 这灾祸 是从耶和华那里来的 我何必再仰望耶和华呢 第七章 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 耶和华如此说 明日约到这时候 在撒玛利亚城门口 一西亚西面 要卖银 一社克勒 二西亚大卖 也要卖银 一社克勒 有一个搀扶王的军长 对神人说 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 也不能有这事 你必亲眼看见 却不得吃 在城门那里 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 他们彼此说 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 我们若说 进城去吧 城里有饥荒 必死在那里 若在这里坐着不动 也必是死 来吧 我们去投降 亚兰人的军队 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 就活着 若杀我们 就死了吧 黄昏的时候 他们起来 往亚兰人的银盘去 到了银边 不见一人在那里 因为主 使亚兰人的军队 听见车马的声音 是大军的声音 他们就彼此说 这必是以色列王 会买赫人的诸王 和埃及人的诸王 来攻击我们 所以 在黄昏的时候 他们起来逃跑 撇下帐篷 马 驴 银盘照旧 只顾逃命 那些长大麻风地 到了银边 进了帐篷 吃了喝了 且从其中 拿出金银和衣服来 去收藏了 回来又进了一座帐篷 从其中 拿出财物来 去收藏了 那时 他们彼此说 我们所做的不好 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 我们竟不作声 若等到天亮 罪必临到我们 来吧 我们与王家报信去 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 告诉他们 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 不见一人在那里 也无人声 这要拴着的马 和驴 帐篷都照旧 守城门的 叫了众守门的人来 他们就进去 与王家报信 王夜间起来 对陈仆说 我告诉你们 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 他们知道我们饥饿 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 说 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 我们就活捉他们 得以进城 有一个臣仆对王说 我们不如用城里 剩下只马中的五匹马 马和城里剩下的 以色列人都是一样 快要灭绝 打发人去窥探 于是 取了两辆车河马 王差人去追寻亚兰军 你们去亏探亏探 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 看见满道上 都是亚兰人 急跑时丢弃的衣服器具 使者就回来报告王 众人就出去 掳掠亚兰人的营盘 于是 一系亚系面 卖淫一色克勒 二系亚大卖 也卖淫一色克勒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 在城门口弹压 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 他就死了 正如神人 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 所说的 神人曾对王说 明日约到这时候 在撒玛利亚城门口 二系亚大卖 要卖银一色克勒 一系亚系面 也要卖银一色克勒 那军长对神人说 即便耶和华 使天开了窗户 也不能有这事 神人说 你必亲眼看见 却不得吃 这话果然应验在他身上 因为众人在城门口 将他践踏 他就死了 以利沙曾对 所救活之子的那妇人说 你和你的全家 要起身往你可住的地方去住 因为耶和华命饥荒 降在这地七年 妇人就起身 照神人的话 带着全家往非利市地去 住了七年 七年完了 那妇人从非利市地回来 就出去为自己的 房屋田地哀告王 那时 王正与神人的仆人 吉哈西说 请你将以利沙所行的 一切大事告诉我 吉哈西告诉王 以利沙如何使死人复活 恰巧以利沙所救活 他儿子的那妇人 为自己的房屋田地来挨告王 吉哈西说 我主 我王 这就是那妇人 这是她的儿子 就是以利沙所救活的 王问那妇人 他就把那事告诉王 于是王为他派一个太监 凡属这妇人的都还给他 自从他离开本地直到今日 他田地的出产也都还给他 以利沙来到大马瑟 亚兰王便哈达正患病 有人告诉王 神人来到这里了 你带着礼物去见神人 托他求问耶和华 我这病能好不能好 于是 哈薛用四十个骆驼 驮着大马瑟的各样美物为礼物 去见以利沙 到了他那里 站在他面前 你儿子亚兰王便哈达 打发我来见你 他问说 我这病能好不能好 你回去告诉他说 这病病能好 但耶和华只是我 他必要死 神人定睛看着哈薛 甚至他惭愧 神人就哭了 国主为什么哭 因为我知道 你必苦害以色列人 用火焚烧他们的宝杖 用刀杀死他们的撞钉 摔死他们的婴孩 捧开他们的孕妇 你仆人算什么 不过是一条狗 因能行这大事的 耶和华只是我 你必做亚兰王 哈薛离开以利沙 回去见他的主人 主人问他说 以利沙对你说什么 他告诉我 你必能好 此日 哈薛拿被窝浸在水中 蒙住王的脸 王就死了 于是哈薛窜了他的胃 以色列王雅哈的儿子 约兰第五年 犹大王约沙法 还在位的时候 约沙法的儿子 约兰登基做了尤大王 约兰登基的时候 年三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做王八年 他行以色列诸王所行的 与亚哈家一样 因为他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耶和华却因他仆人大卫的缘故 仍不肯灭绝尤大 照他所应许大卫的话 永远赐灯光与他的子孙 约兰登登基于尤大 脱离他的拳下 自己立望 约兰率领所有的战车往撒义去 夜间起来攻打围困他的以东人和车兵长 尤大兵就逃跑 各回各家去了 这样以东人背叛尤大 脱离他的拳下直到今日 那时利拿人也背叛了 约兰其余的事 凡他所行的 都写在尤大列王记上 约兰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卫城他列祖的坟地里 他儿子亚哈谢皆许他作王 以色列王亚哈的儿子约兰十二年 尤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登基 他登基的时候年二十二岁 在耶路撒冷作王一年 他母亲名叫亚他利亚 是以色列王案例的孙女 亚哈谢效法亚哈家 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与亚哈家一样 因为他是亚哈家的女婿 他与亚哈的儿子约兰 同往激烈的拉末去 与亚兰王哈靴征战 亚兰人打伤了约兰 约兰王回到耶色列 医治在拉末与亚兰王哈靴打仗的时候 所受的伤 尤大王约兰的儿子亚哈谢 因为亚哈的儿子约兰病了 就吓到耶色列看望他 王哈的儿子约兰 请不含 王哈的儿子约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